發營師華仔比智偉欲言必火 華仔出生於香港新界大埔鎮泰杏村 幼年時期家境貧困 他自小學開始就幫家裡的小食店洗碗 每天要洗幾百隻碗碟 中學畢業之後 華仔第一份工作 就在髮廊當洗頭仔和發營師 這麼英俊的髮廊仔 是否當時店裡的生蕉牌呢 1981年,華仔考到TVB藝園訓練班 做了兩年劇烈啡 或者一個提議 好 波莫和阿蘭 原本是一對很好的情侶 他跟黃逸華、梁朝偉、苗喬偉 湯震業組成無線五虎像 不過他並沒有放下理髮的老本行 現在有一些朋友 一輩子到現在,還是我幫他剪 他們每天開工之前 我都要到他們家幫他們剪 而智偉哥就非常看好 幫他剪髮的華仔 我說很早,五點、六點要來 沒關係,年輕人就這樣 結果他五點多就來了 最重要的是,他肯那麼老遠 一大早來,幫我剪頭髮 這個在店裡就不會出名字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他肯吃虧 我覺得這個,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說,很有前途 因為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 其實在東南亞 在整個亞洲 劉德華的出現 都會成為大家的生活 其中的一部分 可能大家不喜歡 但是對不起 因為那種量 也是逃不過我的 而隨後他填詞的17歲 更像是他的自尊 勵志又入心,引發共鳴 被犧牲的愛人 我記得劉嘉玲說那句 很久之前 她說連我也不動心 她一定是假的 華仔只是公開說過 自己喜歡關之林和陳玉蓮 但從來都沒有提到 真正的女朋友是誰 關之林也有機會 我以前剛認識她的時候 我老婆是這樣的,真是發達了 她漂亮,真是漂亮 Cally和Body都很漂亮 她真的是小龍女 她真的是孤魯 而且她很…很靜靜 每件事和事非黑白分都很精彩 上世紀90年代 坊間流傳著華仔 和馬來西亞副家女 朱麗善秘密交往的傳聞 華仔並沒有承認 直到2008年 劉德華被爆已經結婚 她才承認太太朱麗善的地位 而劉太太也相當忍得 默默做了華仔背後的女人20年 2012年,太太為華仔彈下千斤 她把女兒保護得很好 很少被女兒曝光 其實身為大明星 華仔沒有隱私 她的家人亦過得很苦 很痛心的 爸爸說 其實我不太喜歡跟你去旅行 他說 一看到中國人就知道要離開 你說我開心嗎 你去到… 就算你幾百人在 我和你拍照,嘻嘻嘻玩 沒甚麼問題 但是那個時間 如果我給爸爸媽媽的時間 都要跟那些人分了 那就不太好 華仔拍拖到結婚 從來都沒有承認過自己脫單 金屋藏膠二十多年 在現實生活中 一般人就接不接受到呢 圈圈家族做了一個小調查 會,當然會 首先這是對我的不尊重 還有一個… 我感覺沒有那麼拿不出手 沒有 我會表情不理解 我會時刻一段時間 刪除自己跟女朋友的那種照片 證明我是愛她的 那肯定建議 劉德華 當然會考慮一下 Aman 又多金 又英俊 二十多年了 可以的 明星嗎? 接受 像如果是大明星的話 這樣的話 很正常 真的很正常 TS 三個都喜歡 真愛粉 臉就夠了 我聽了個聲音 很相信 我還是想老德華 我喜歡小鮮肉 比如說芽芽 不一定是夏日賴 就是對我好 生活中如果對我好的話 都可以 我們珠光頻道的超級辣媽 辣媽爆燈的攔截 勁辣家族 爆市的表演 掀起全城辣媽熱潮 我們的製片人十二妹說 要加料補答粉絲、嘉賓、打媽祥 請來兩對真愛不怕紅爐火的 升級CP 蘇志丹和虎燕芬 許秋兒和黃書琪 圓圓八卦偵探小五 捉住秋兒和書琪 這對恩愛夫妻談話兩句 我真的覺得這首現代愛情故事的歌 二十多年前好像不太適合那個年代 是,現在這個年代的人真的是這樣 有甚麼對定錯 離開也沒甚麼所謂 翌日看到就說過高興 感覺就是這樣 這樣認識,是否第一次在電視上認識 是找他和趙學儀去唱歌 趙學儀不知道為何生病了 然後叫我去頂 一頂就頂了老公回來 頂了老公 所以要感謝趙學儀的間接 感謝他生病,對吧 黃書琪是香港最早的一批童星 小時候精靈又有趣 當年曾經在電視劇中 飾演童年版的張國榮 連哥哥,張國榮也曾經很看好他 而秋儀就說他很崇拜老公 我真的很像 我真的很喜歡他 有點暈眩 一打開電視機就跟媽媽說 媽媽,這個哥哥很英俊 謝謝 為何做了我老公 秋儀和書琪在2003年結婚 童年生了兒子Cody 不過兒子暫時還沒進入演藝圈 他很喜歡唱歌,很喜歡打鼓 他很喜歡跳舞,很有天分 但不知為何 是喜歡自己躲起來唱、躲起來打 你叫他出來唱,不用了 他比較好 翌日你去選擇工作 不是工作選擇你 姐姐已經13歲了 但秋儀仍然保持得很健康 她是否想過追上多一句 一個時間… 時間深刻 不看嗎 吃情緒體就不好,47樓 夫妻默契大考驗 秋儀姐姐最喜歡和最不喜歡吃甚麼 我也覺得有點考得到 很慘 一定考不到 最喜歡吃的,她一定知道 最喜歡吃的,我知道 她應該最喜歡吃薯片 但最不喜歡吃的,我真的不知道 是肉類嗎 是肉類?牛肉 的確是打火都打不掉的恩愛CP 我們也要送一份同樣代表甜蜜的燕窩 給兩位補一補吧 即…特別甜,你知道這一隻嗎 還想看這對升級CP怎樣掃恩愛 就別錯過明晚10時05分 我們珠光頻道的超級辣媽 超級辣媽近日迎來一位非常喜感的嘉賓 就是香港著名少星細龜,黃一山 歡迎來到我們的圈圈大卡室 今天我們來到的大卡室 是一位香港非常著名的少星 黃一山先生 大家好,我是細龜,黃一山 你覺得你太太是否一個男媽 我太太也算 而且她性格… 她的脾氣是很難的 尤其是小孩子的學業 為了學業,通常我和老婆會有爭辯 我對小孩子的要求是沒所謂 讀得開心就行了 哪間大學也好,不讀大學也沒所謂 我老婆說不行 至少要現在哪間大學以上才行 我真的要的 沒甚麼所謂的 不行的 我夠讀名牌大學,名牌碩士 是不是又是… 客氣又是做低人,就是華文 衝突得這麼厲害 你們倆後來是怎麼會化解這些貌困 我覺得各位男士都是… 你比老婆還要贏? 因為到最後,子女都是幫媽媽的 其實我也是欣賞昇昇昇昇昇昇昇 昇昇昇是一個很執著的 他們是很要求完美的 譬如你們看唐伯虎點秋香 有一句昇昇一推開門 然後左偵龍耳虎劈死了那個… 一個被形容為沒有人認識 但每年不斷出唱片和演出的 神秘歌手 他就是香港歌壇老將黃海勤 不是我們惡搞 他在微博中真的這樣形容自己 兩年前在我們珠江頻道 越唱越響 奪得年度冠軍的黃海勤 最近出了新專輯私人說夢 紀念自己入行30周年 娛樂沒有圈,大家面對面 今天我們再遇黃海勤 雖然黃海勤自嘲過氣 但在歌迷心目中 漫秋永遠都是經典交通 以秀歌曲好像跟廣東很有淵源 因為廣州有一首歌叫 《月你把心流》 許建強先生的作品 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表演的時候 遇到他替我們做樂隊伴奏 彩排的時候他就在練球 彈起這支音樂 我覺得可以將他改編 所以有80%都是他的原裝 我只是改動了其中六句 說回來 黃海勤為紀念出道30周年 以全新創作的專輯私人說夢 延續晚餐的詩詞風 靈感來自中國古典詩詞 我寫這支碟圍繞著的那一份情懷 就是我回顧自己30年來 對於香港樂達的努力 就等於一段感情 但是單方面的 就像一個單戀一樣的故事 30年來 黃海勤在演藝的道路上 由於性格原因經歷波折 多次忍退 我不在香港的環境生活 沒有那麼多應酬 也沒有那麼多朋友 如果人生可以由頭再來過 再選 我相信我不會選擇娛樂圈 但我試過 我知道其實娛樂圈 不是說你負出多少收穫多少 也因為我讀書後 還沒做過其他工作 我也希望試試看 為了宣傳新專輯 原來性格內向的黃海勤 都願意接受小五 準備的兩份神秘考驗接招 怎麼了 大了很潮位 很影帝 很潮地的位置 不,很良潮位的感覺 很影帝的感覺 那個冷神簡直是說 麻煩你買一張 三個字… 如果三個字,一定會呈現你 我是說 ,我們記得在市場 社交人機 我都不願意來 是嗎 這是 第三個字 也挺有潮在 藝人 不,很潮位 不,很潮位 有氣 不要 只是 … 落木有圈的官方微信 女明星家豪門似乎是一個很普遍 也不錯的歸宿 很多女明星因為這樣飛上枝頭邊凶凶 不過這並意味著她們的童話告示 就圓滿結告了 因為有一個麻煩豪門也會破產 最近跟老公一起參加綜藝節目的 樓桃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10年前,29歲的樓桃 閃婚嫁給當時擁有市值 200億上市公司和我 豪華婚禮發費400萬 風光無限 樓桃還東即宣布忍退 專心做少奶奶的說 所以我知道我現在真的做一個 我認為最好的努力 就是我現在要支持我推薦人圈 不過好驚不長 不到三明時間 正在樓桃懷二胎的時候 黃窩公司破產 個人健康狀態一度非常差 她在2010年春節的時候 是她最糟糕的時候 她躺在床上,卷在被子裡 已經瘦了 讓人看不見被子裡有人了 十年、二十年 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能失去 我不能失去我的愛人 不能失去我的孩子、我的家庭 因為這是我的根 浩門似乎特別偏愛閃婚 但S也是閃婚 才認識一個月的丈夫汪小菲 跟我老公走在前面 有一個人用手機拍下來 之後我就說 那不然就用這一張 因為沒有別的照片 我們才剛認識不久就… 畢竟… 那時候的汪小菲絕對是高富稅 曾經的京城四少之一 連鎖豪華餐飲超江南少東家 婚禮花費600萬 可惜後來投資失誤 汪小菲將男母子被趕出 超江南董事會 汪小菲只要參加節目 找找外快感立 連黃絲聰都來鄙視她 怎麼辦,我的生物這麼磨 磨點東西 拔得人都飛了 幸好,Daisy並不是一個只圖富貴之人 即使老公生意失利 他還幫他生二胎 保持家庭和和美美 曾經一代人共同的女神 周慧敏 從1991年戀上魏鎮 甚至在大紅時期 為了和她雙手而退出娛樂圈 魏鎮 著名作家魏鎮的兒子 亦輸的兒子,輸鄉豪門 周慧敏退出高壇後 和魏鎮遠赴加拿大 但由於魏鎮事業發展不順利 在2003年,兩人返港 第一間投資了250萬左右 第二間是500萬左右 這一間是800萬左右 回香港開酒吧,你的經營不善 於是大家紛紛猜測 周慧敏是否為了魏鎮復出揮銀 當然不會 因為其實我以前都說過很多次了 到底嫁入豪門的女生 是否幸福呢 並沒有一個標準的 但是一個個女生嫁入豪門 就好像掉進坑裡一樣 看來靠山山會倒 靠人人會走 嫁入豪門也不代表一帆風順 還是靠自己強大,最實際呢 好多人 太原來是首階太原國際電影節發布會 在太原市隆重舉行 兩位奧斯卡獎評委 擔任了一次山西國際電影節的評委 也順便帶上肖金人 被粉絲膜拜一下 我們八卦偵探小五 到現場為大家搜羅第一手資訊 現在可以確定的就是 奧斯卡獎的兩位評審人員 是作為我們的太原電影節評審人員 太原國際電影節 是為了推動中國電影發展而舉辦的 一來自美國荷里活的電影製作人 加拿大及西班牙的知名導演、演員參加 也吸引了很多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大卡 這麼多大卡雲集 12月的山西國際電影節 絕對不可以錯過了 今天十九大的獻禮影片南哥 在佛山舉行首映禮 在首映禮裡 這部戲製片人兼主演孫洪韜 葵導演鄭華、潘君、黃津祥 以及主創人員色素亮相 這些主創人員都是南派電影的喬楚 首映禮還邀請了南哥原型 郭建南的妻子 蔣雲慶女士出席 對這一齣匯集了南派電影力量的作品 孫洪韜信心十足 一部優秀的電影就像藍天下的陽光 像春天裡的清風 南哥就是這樣的作品 今天由廣州政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廣東省演出有限公司聯合主辦 廣東為視為官方合作媒體的 台灣慈善音樂劇家書 在廣州政界演藝劇院舉行首映禮 政界金控集團董事長謝文 也都應邀出席 以實際行動和愛心助力公益 像這次我們和家書的合作 其實也是我們在分享和共享精神中的 一次重要體現 家書改編自真實故事 劇中的母親幻想了早發性失智症 忘記了一切 但母女通過交換家書日記 讓母親感受到家人陪伴的溫暖 原來… 你媽才是幸福最美的樣子 會召喚社會對失智症的關注和支持 政界演藝劇院 以及家書劇組共同性鬧 每售出一張家書演出門票 將捐出20元作為線款支持社會公益 讓更多人助力公益慈善事業 用愛心提高,城市溫度 就是是無敵人的 太多得失我在乎 應是未來一再等待 夢遇上即時再生苦 光額著,可能有新的宇宙 可以共你 影韩中着近你 旁天荒到地老 再不捨分離 仍害怕